所以你们刚才说猜谁来不来是猜谁 其实我来之前 TT跟我说谁谁 谁肯定不会来 我说肯定来 后来那个人就来了 瘦子 当一个演出我们碰到我就跟TT说 我说瘦子会来 他说你相信 他拍大的你相信我 肯定绝对不会来 我说是我都听说要来了 不可能 是因为你们都很喜欢瘦子 对啊 你不喜欢吗 超喜欢 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 对 他太帅了 你从什么时候做的 你是做说唱吗 对 如果算进棚的话大概七年吧 那总有一个启蒙吧 启蒙小时候听周杰伦啊 我们都有周杰伦 我们都有周杰伦 都有潘伟伯 都有陶哲 都有 当然狗哥在前面一点 对 那就是了 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顽童了 我看到他们非常紧张 是有一点紧张 我见他们是有点紧张的 因为我以前都是在MV里看他们 现在突然间见到真人 有点不知所措 还是帅 还是帅 而且我感觉他们都没怎么变 对 对吧 对 瘦子有一点变 我觉得 瘦子变得成熟了一点 对对对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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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我是Tango Z 叫我Tango就好 对 我看到你们非常 因为我以前都是在MV里面看你们 我记得本人 因为我太紧张 好帅 好帅 太帅了 太帅了吧 啊 我们一起自己今年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听许哥的 可以 许哥说的是一定哦 一定啊 可以 那就一定 如果真的散兵了 那我们肯定是要在一块 我们每人拔一根腿吗 你是我们的诚意 啊 啊 两根 我你这么拔下来了 我也拔下来了 哇 你自己说的你不拔吗 这算不算 哦哎哎啊啊啊 那是你的胡渣吧 没有 好说好了 说好了 说好了 待会儿只要见到黄旭 直接去拔大腿吗 我想起来 去年在这里 开 开盆扔盘 哈哈哈 我们想 哎这 你们 bridge 过来 对 bridge 过来 哎哎呦你把那人去冲出去 然后把他接我 我记得我记得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无聊的娱乐项目 在这 要不我们拔杨河说的头发 我好 活死人 把你的腿毛 我们活死人 每个人头都是可以取下来的 哈哈哈哈 那从你开始 我打开眼界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人 那个是我 你没有 这你俩都 你俩都做这个表情 我当我纯客观评办 我说话 没有眉毛 他没有眉毛呀 他有 他哪有眉毛 他很暗 哦 这个是他的眉毛 那不然呢 那不然 但是这个啊 这个是他的眉毛 对啊 哇 这个只是阴影啊 这个这个玩意还是挺Q的 主要是眉毛不像你 我看着昨天我还觉得 对我浓眉啊 是 那我们来 都做一下这个表情 然后看看 来嘛 啊 什么样子 哇你们脸真的臭 好帅啊 旭哥今年 我是不是也瘦了这样 瘦 你比我上次见你瘦多了 我上次见你这个曲线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玩家是这个样子的 自带忧行者 太贵了这个真的 身临雪人 不头吧 好看啊 好看 只是原来你跟你的风格 原来有点不一样 原来不太习惯了 你原来是那种硬害那种 我们原来都是那种硬害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说你昨天阵仗很大 有的鼓什么的 我听了你的 我跟你的阵仗也不小啊 我听了你 其实还可以 你是有上次那种号的那种 不是你吗 我很简单 我就一个鼓 好吧 不是我 有号的 我就有乐队 然后有传统大鼓那种 你知道我对你这两天的感觉是什么吗 是你从18岁变成20岁 怎么你就突然老了两岁呢 你我也觉得 因为才过了不到一年 你感觉现在一下状态变得非常沉稳 等一下 笑一下 开心对 杨和苏教我秀 对啊 不是你太沉了 兄弟 接下来一大笑点 杨和苏教早安笑 杨和苏教我秀 要 after journey yeah 听说你就是传说中的 freestyle king 那 你的freestyle可不可以来一段 如果没有那怎么办 come on 现在给你来的freestyle 如果没有这个伴奏 我也会自己跳 哦 我popping 我breaking 我locking 我dance 我等一下在你面前给你来个tour 给你拍啊 哦 你不要快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随便说如果没有晕脚我也能特别早 ok 啊 等一下 欧安静又开始说英文 来吧 来吧 等一下我会轻 你呢 哎 我抹着吗 我的压晕压得如此精准 你知道它的名字叫做 jin is up down 在这里上下 在没有比赛的时候 我根本放个假 就像我和成都极端的界定 也许放不假 但是根本不会介意 Rapper China最喜欢看的show 我知道我的rap很有歌词 我就是rap guy的周星期 你知不知道 Yo OK 这个比较冰淇淋 很适合 因为我的冰淇淋很随便 在哪儿freestyle kong fu pen到你 来 one two to the three 啊 Yo let's jump in 我的flo滑得就像ice cream 跟巧克力的奶油随便给你听 让我的舌头不停的滑动 在这里绝对我不想滑重曲重 只要听到节奏我就开始发黄 有时候还能给你唠唠家长 也给你唠掉的家长 唠唠家长就像辣椒炒肉 就好像很多nc没有炒够 哦哦哦哦 不怕狂大可以放松 现在我感觉好像少了流冲 哈哈哈哈 很想他 你从什么时候做的 你说做说唱吗对 如果算静同的话大概七年吧 那总有一个启蒙吧 启蒙小时候听周杰伦了 其实中间有一段受 on the ground 一点的台湾地区的顽童 当然狗哥在前面一点 那就是了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顽童了 我看到他们非常紧张 因为我以前都是在mv里看他们 现在突然间见到真人有点不知所措 还是帅还是帅 而且我感觉他们都没怎么变 对对吧对 瘦子有一点变我觉得 瘦子变得成熟了一点 对对对 因为我最近是看你的那个有一个live 有一个一进到底的live 应该是新专辑的 这算你比较近的了 还有新专辑的mv mv很好笑 那个好像那个 有一个有胡子那个 那个人好好玩啊 太空剧啊 对对对对爆好玩那个人 一整个专辑我觉得企划都特别好 蓄势一团火 善事满天心 对的吧对的对的 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来来来 那就做这个 这个巅峰对决2023 净哥你现在知道 每一首歌我可以唱完 每一首歌 真的 只是现在过太久了 有一些就是 你说曲目我不记不清楚 但是你回忆我一下我马上能唱完 感恩感恩感恩 这种感觉就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在做梦想 我明白对 这是我一模一样的 我坐在这里听你讲 我都有一个做梦的感觉 你懂我吗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画面 我坐在这里一个小板凳上面 然后跟他聊这个东西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 crazy crazy 尊重 尊重 对 干嘛 你紧张吧 我还好 怎么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对上你所以我过来看看你 我都可以 反正如果你跟我的话我也可以 我们就好好表演就好了 很有可能 没关系 其实你们的歌我都听我也都欣赏 你要我说狠话我整不起这种节目效果 我觉得就是好好比赛就好了 主要是我前面跟pd聊天我有点焦虑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太繁琐了 然后后面就直接不对 我每天打坐冥想 哎呀我我也是冥想挂的 嗯 我也是挺有用的 那肯定有用啊 我我我来听了一路的钢琴曲 但是我为了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下了点很功夫的 真的呀是什么 开合跳唱歌 对练气息 我们在跑步机上唱歌跑的唱 心率大概是多少 130 然后我们前两天还游泳边游边唱 游怎么唱 游泳的时候 然后开始唱 大家都是这种了 那我大概知道你唱了什么了 我们应该是一个挂子 是 来吗 告诉我你要call out some music 哪一位 于逸 于逸 我因为我大概能感感觉到你唱的是哪种类型 应该跟我是一个类型 我们就来对播吗 可以 哇 一波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拥抱 我一定打到你服 那既然你说这个了 我只能用2比0来终结这个比赛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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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